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到美国去当工人 一开始说有那么多工资 我觉得拿跟在美国比的 结果发现你的工资就是你生存 你在美国要生存 那些钱就是你必须花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想 你要是没有一辆汽车 你没法找工作 你住的地方和你找工作的地方 不可能是旁边 你想想你先找工作 找了工作得找住的地方 那么哪那么容易啊 所以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 一定是比较远的 很难说就在你旁边能走过去 所以你必须有辆车 你没有辆车你就坐公交 公交是非常不发达的 哎呀几乎没办法 真是 我也试过 不行的 那就说你得把一天八小时工作制 你得花另外八小时在路上 就要靠公交的话 所以汽车变成了必要的 那么住房也是西方那一套吧 对吧 所以我就后来发现 因为我当时在美中有些活动 然后呢美中有些有时候他有各种这个活动 需要租房子啊 或者找会场啊 后来我发现 哎呦那个价钱 我的工资省点钱 根本就不管用啊 所以发现靠工资 我的工资去做活动 根本没办法啊 所以就体会到了 就是你要想真正想发家 你必须是看到商机 然后呢会科蒙拐骗啊 在在美国要发家最最基本的 你必须是偷税漏税啊 你要是严格按照税务 你你什么钱都赚不了 什么钱都赚不了啊 所以呃呃 最起码是偷税漏税 然后呢 你要雇人也是偷税漏税 你你给他钱叫under the table 就是说你呃 不报你雇的人啊 然后全是用现金啊 呃这样啊 躲开这个美国这个税务局的啊 观察啊 说起这个 现在全国各地都是用微信支付啊 那么现在微信支付大家都挺高兴 但是我想过不了一两年啊 不管你多大的多小多大的买卖 你的所有的账都在微信里边都有 所以一旦国家开始要说你得上税了啊 你逃不掉的逃不掉的啊 呃但是过去都是用现金嘛 就躲开了这个上税的 所以这种就是说呃 西方有一种传统传教士的 就像那个什么 那个呃呃呃呃呃呃 他们就特别呃呃强调 就勤俭的 反对奢侈的 他要勤劳的 这种就是早期的移民到美国的那些农夫 他们特别强调要是要勤劳 通过勤劳致富 你作为一个农场主啊 就是自己不顾别人 就光自己干 你当然得勤劳 那你像我爸爸那时候在美国养牛 那一年到头365天没有休息的时候 每天都挤奶挤三次 但是他最后也没有致富啊 他就是勉强能保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真正致富的 要么你有发明 要么你是在一个新的科技的浪潮里边 跟着一块上去了 你比如说那个微软的Bill Gates 你比如说苹果的这个 Steve Jobs 这些人 他也不是靠勤劳 他就是靠垄断 打击这个对方对手 技术市场垄断 资源垄断 靠这个发财的 所以现在人们开始说 要学习雷锋精神 那么雷锋精神呢 你不能离开 本来的这个所谓的初心吧 当时呢 是建设新中国 是要大家都累进裤腰带 农民也好 工人也好 要尽快的工业化 所以现在宣传呢 光宣传雷锋的做好事这方面 但是雷锋呢 他讲得很清楚啊 他是说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的温暖 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热情 对这个个人主义刺激的缺点 错误要像秋风扫落夜那样 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的残酷 不是冬天一样的冷酷 对吧 所以他是爱曾分明的 不是那种大爱了之类的 你看好多人到我父母的故居就讲大爱 哎呀哪是大爱啊 我父母不是大爱 说大爱那干嘛不到国民党那去啊 他是投入在中国的革命来了 你离开的革命 离开了我们到底奋斗是什么 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 改变人民群众贫穷落后的面貌 从这出发的 你离开了这个就变成一种清教徒 清教徒那种修身养性 那种非常虚伪 美国有一种有说法 就是说 富人爱宗教 穷人信宗教 所以呢 富人为什么爱宗教呢 宗教真的是像这个马克思讲的是一个麻醉 是一个大麻 是一个这个毒品 鸦片 他就是人民群众的鸦片 那么给人们有一种幻想 他在世现在是痛苦 但是他来世他可以上天堂 所以呢 富人呢 他就喜欢花钱支持老百姓去信宗教 这样的话 老百姓呢 把自己的苦难不自归结在制度上 只归结自己要么是什么本事 要么是命苦 命苦嘛 那有什么办法呢 对吧 命苦啊 所以富人爱宗教 他并不信 那么穷人呢 信宗教 给他一个思想一个寄托 对吧 所以那些那些说什么劳动致富啊 全是骗人的 全是骗人的 劳动创造价值 但是劳动者在私有之下 从奴隶制到变农到打工人 劳动给他生存的可能 致富梦想 劳动不会致富 致富必须是坑蒙拐骗的 只有当个人阶级当家做主了 那么劳动会创造财富 变成大家的共同财富